Sara 我告訴你 香港很多有錢人的老婆 那人真是很有錢的人的老婆 在裡面一棟一棟樓買的 他們以為不得了 因為他靠關係 而且他在香港的銀行借到錢 就是用老公的名譽去博弈銀行 香港的大陸銀行也好 匯豐銀行 借了錢 去一棟一棟掃那些樓 哇 那些慘到 慘到什麼情況 現在全部都做了大陸 爸爸 你那個是不是叫做世貌的奔江花園? 是的 你說是劉嘉年一起的 你住在劉嘉年的旁邊 你知不知道 那裡有很多棟的 那裡有很多棟的 放1.8億 放上海複色的大單位 還有空中花園 空中雲池 一共才是19個複色單位 你應該是跟他住在一個大廈 他在頂樓 他在頂樓的複色 所以貴一些 我差不多那裡是第五十層左右 他是五十多層 在頂樓那裡的 我們香港人每個都懂得炒樓的 買進來 時機都挺好的 百多元買美金買 四百多元買進去 劉嘉年那些更貴 多三千多呎 都不是這麼大 三千多呎 上海那時候不算貴 我們住開那些 但是劉嘉年那些是漂亮的 我估計他這個價錢買不掉的 他那些 他不算慘 那些有錢的太太 我不想說什麼 整棟啊 整棟 整棟買 以為發財 那些老公又管不到那些太太 那些太太去簽了 說是老公支持的 那現在那些就糟糕了 那些在說幾百億 整千億啊 Sara 那些才是問題的